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八八 我是琪琪 先要给还不知道的朋友们先说一下 就是波士顿的中国城 其实它的正前方啊 就是那个入口的正前方 其实挂美国国旗和中华民国的国旗 就同时挂已经很久了 你说这怎么办呀 你说中国以后不会就只带的 就是中华民国了吧 就是说在整个世界的这种公共政治上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啊 请小粉红们记住 最大的罪人呢就是你们 就是你们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 逼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宁愿自己是中华民国中国人 也不想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 人数呢 如果一旦在这个国际上面达到一定程度 你猜以后这个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呀 小粉红们呢 是真的是一天不搞事啊 就心痒痒 只怕是全世界有哪个国家 暂时居然没有看到他们的恶劣 这怎么能行呢 我昨天给朋友们看的 那个台湾人的那个短视频里面 有一位女生说 新加坡那么多华人 难道都是中国人吗 你别说啊 还真别说 这不就来了吗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棵树上面 有人专门课了 中国万岁 这四个字 就说吧 没有小粉红做不出来的事情 他们的认知呢 可能是有华人的地方 那就得是中国的 也就是说现在指全世界 甚至可能在小粉红嘴里还要挑挑拣拣啊 什么印度那么穷不配 我们中国才不要 美国以为自己很厉害吗 什么黄石火山哪天如果喷啊 就啥也没有了 日本和台湾天天地震 经常海啸台风 总之除了我们大中华那块地方之外 全世界都是垃圾 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中国也是经常有洪水 也是经常有地震 经常都有各种各样的天灾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相对来说 其他国家除了天灾之外 人家人祸至少会少一些 不会说修一座大桥 连上暴雨都顶不住 不会说这个车开着开着 突然就自然起来了 也不会说这个 说塌方就塌方 刚修的新路半年都撑不住 甚至呢 很多时候在危险的时候 他们都会及时的有预警 比如说美国刚发生的 前段时间吧 发生那个船 他控制不住吗 他要撞到那个桥了 那个事情其实就是船 他及时发出了一个警告 然后呢 让岸上的那些警察们啊 什么的都 及时拦截了要上桥的车辆 所以才没有伤亡的 中国呢 我真的都觉得不好说 真的就是高速路 大半夜突然塌方了 毫无征兆 报警之后呢 依然没有人及时拦截 框框直接连续砸进去十几辆啊 最后是靠路人在那拦车 等到全部砸下去都烧得差不多了 警察和救援人员才姗姗来迟 据说两三个小时之后吧 这就是中国速度 搞基建建的是真快呀 救人的时候比全世界谁都猛 还有之前大家看过那个捞国旗的速度 都比他们救一个人上来的速度要快得多 说到这好像好像有点明白 为什么长荣酒店这次好像捅了马蜂窝了 因为国旗可能确实比小粉红的命都还要重要 以后就是说 这个我团一团中国国旗 我扔到水里面 他可能就直接舍命去救了 那这个亚马逊上卖挺多的 你说买个一万伏扔进去 救得过来吗 当然了 在法国吆喝的这群人 那肯定都是金贵命 我是说就是前两天给大家看的那个 所以他们就只会坐在这个 梁爽的会议室里面说着什么 恨之入骨 你真的敢需要他们做点啥的时候 我敢保证 跑得比谁都快 而真正的小粉红呢 却正在努力的想把全世界都变为中国的敌人 说白了就是希望可以对全世界国家都战狼 都强势 都威逼利诱人家 最近就有网友发视频称 为什么马来西亚的银行还有机场 就分别显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把它当作一个国家来显示 马来西亚银行挂错了也可能是银行的问题 机场你为什么挂错了国旗 马来西亚你在搞什么小动作 机场没办法的台湾省旗你放的什么 马来西亚到底是什么鬼 有没有人能管管这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你在搞什么 本来想换点 发现台湾竟然被写成是个国家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是个省 不是个国家 有没有人能出来管管 这个人他明显就是太想吃爱国流量饭了 因为香港的钱也是分别写在上面 但他就没有觉得怎么样 因为众所周知香港现在是中国的 但是台湾众所周知不是 所以他就会极度的敏感 那因为你用的不是一样的钱 对不对 那当然人家银行或者说这个换币点 他当然就会挂上不同的这个旗帜 来代表那个地方的地区的钱币 当然了 如果你真的在世界范围内找的话 你就会发现很多机场都是会分别显示的 就如果说到机场的话 因为入境什么的过海关之类的 基本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走一个通道 我是说你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和中华民国护照的 所以就有这个需求 当然要分开显示国旗 还有一些航空公司也是区分的 在国外其实真的非常经常出现中华民国的棋 你说每次难道看到你都要破防吗 你看看护照上面写的字好不好 你还没有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吗 香港护照上面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 但是台湾护照上面写的是什么 是中华民国啊 你猜为什么他没有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因为就是不归你管啊 高志凯呢 他说这个内战并没有结束 哦对说到这儿我正好要补充一下 就是其实这句话呀 我觉得算是他当天说的最大错误 也是可能会要他小命的一句话 但是基本上没有人注意到 为什么他严重呢 因为内战没有结束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那块地方 现在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合法的 稳定的 普遍应该被认可的一个政权 联合国甚至还不允许在内战中的国家申请加入 因为还在内战就意味着 并没有人民认可的 你一个固定的 合法性十足的政权存在 那你说现在国内存在的哪个政权 他能去作为统治者加入联合国呢 如果你还在内战中的话 你还没有决出一个真正的胜负和结果 对不对 所以这一句话 基本上是把中国共产党的那个合法性 给变成不合法了 而合法性对于政权来说 那重要性就是顶天的重要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什么有心人 或者是故意的想要用这个内战 就高志凯这个话 内战来做文章的话 中共可能不但要面临退出联合国的事情 他可能真的会被搞到下台 所以朋友们应该能够理解 为什么毛泽东在世的时候 他总是说希望台湾独立 我们就是分开两边一国 一边一国 而不是说我们还在继续内战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 一定要去收复台湾 对不对 他就觉得 那你中华民国 你就统治台湾好了 你独立吧 因为如果他真的要宣传什么 收复台湾了 我们还在内战 我势必要把中华民国给灭掉 这种话的话 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进不去联合国了 只不过中共就是这样 他加入之后肯定就立刻就翻脸不认人了 现在就咬死 台湾是自己的 中华民国不存在 所以高志凯他这一句话说出来 几乎就是击碎了中共一直宣传的 这个中华民国不存在 这个言论 较真起来的话 他是捅了马蜂窝的 他一下就把中共这个政权给打成一个野的了 毕竟内战进行中嘛 那就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和中华民国政权 还并没有分出来个 谁胜谁负 谁是真正统治国家的 中国的那个主权的政权 因为那块土地的所有权 在内战结束之前都是不明确的 不过可能是因为那个采访的 炸裂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说大家可能就没有太注意到这一点 那我不知道强烈的小粉红 为什么要大吹特吹 高志凯舌战群雄 因为事实上他确实是漏洞百出的 如果你一句一句抓的话 全部都是问题 而且他犯的错都是 很大的错误 比如说什么 你绝对不能批评习近平 你会立刻被收拾 还有什么秦刚 他就在中国的某个地方 但是你永远也找不到他 类似类似的话吧 所以其实他全部都是不应该说的东西 好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 继这个英国 日本和法国之后呢 这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也快成这个小粉红的撒泼打滚之地了 好的 那现在继这个英国的钢琴门事件 日本就不说了 几乎每一天小粉红都在搞事情 和这个法国的长荣酒店事件之后 这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可能也是 小粉红的下一个撒泼打滚的目标之地啊 我觉得要不是台湾 中国大陆人实在是太不好去了 台湾估计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更是要重灾的严重的多 那么这么多国家都已经被小粉红这个盯上了 当做目标了 去大闹特闹了 那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下一个国家会是哪里 那全世界留给小粉红的地方 可能已经不多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问题想要问我的话 请加入会员频道 进去之后会看到会员专属的 最新的数据问题的贴文 直接在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虽然安全考虑 我个人隐私相关的问题 可能会斟酌的选择回答 但其他所有问题 基本上全部都会一一认真作答 谢谢大家给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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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şekkür爱 恭情 应该 人家 是